再点一个黑色的小球,做成眼珠,小狗的头就基本上成型了。 身子,取一块较大的面团,搓成胡萝卜形,插在竹签上当身体,再取一块小一些的面团,做后腿,搓成腿的形状,捏出腿关节和脚腕,分开粘在身体的两侧。 调整出坐姿的形态,用脖子在脚上压几道花纹,脚趾的形状就出来了。 前腿的做法和后腿基本上一样,粘在身体前面,调整好姿态,让前腿直伸,双足踏地,同样要压出脚趾。 把做好的头插在上面,再搓一个细长的面条。 这么一卷,翘着小尾巴,讨好取宠的姿态,就出来了。 再做耳朵,把水滴形的面团压扁,粘在头上,往下翻卷,使耳朵下垂。 再装饰上一个项圈和铃铛,一只行神兼备的大耳朵宠物小狗就做成了。 做小猴和做小狗的主要区别在头部,为了表现出小猴的灵动,我们把它做成白脸猴。 捏出头部大型后,在面部贴一块白色的面片,做嘴脸。 为了做白眼圈,在眼部贴两块白色面片,压出眼眶和眼窝,用剪刀剪出口形,用脖子把上下嘴唇分开,用滚子压出个大嘴角。 然后,用脖子压出两个翘鼻孔,再沾上尖尖的小舌头。 扁上眼珠,猴头形状就出来了。 做猴子的身体跟小狗的相似,只是前面加了块白肚皮,把猴子的头装上。 就可以做耳朵了。 机灵的猴子,耳朵总是支愣着的。 先做一个圆形的面球,从侧面用滚子扎出耳窝,并粘到头上。 就成了一个灵动的耳朵。 再装上一条卷曲的小尾巴,装饰一条漂亮的彩带。 一个笑脸张望的灵猴,就坐在我们面前了。 由于面素的色彩艳丽,造型丰富,做出的神话人物格外优美、灵动。 下面呢,我们就做一个散花的仙女。 取一块肉色面团,包在牙签上。 注意,要在下边收口。 再捏出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形。 然后,在上三分之一处横着压出眼线。 再竖着压出两道鼻勾。 往上推出鼻头。 并随时注意把脸形修捏端正圆润。 然后,压出唇纹。 再用一小点红色面团,点出樱桃小口来。 把一点黑色面团搓成细长条。 做成眼线。 点上眼珠。 再搓一条更细的黑线。 做成柳叶细眉。 为了增加粘合力, 在头顶上刷点水。 准备装头发。 把黑色面团搓成球。 再压成片。 贴到头顶上。 做出发型的大样。 然后,用脖子分出发型。 压出发丝。 再搓一条黑色的面条。 做成发剂。 装在头上。 再用一小点粉色面团, 做成桃花。 黄色面团做成花心。 绿色面团做成叶子。 装饰在发际周围。 另用一块白色面团, 搓成均匀的细长条。 用梳子在上面搓几下。 提起来镶在花上。 就成了一串漂亮的珠环。 侍女头部造型基本上就塑造完了。 由于我们塑造的是飞天的仙女。 要事先做一个支架, 使她的身体形成腾空飞翔的姿态。 把做好的头固定在支架上。 接着,用肉色面团, 塑出脖颈。 脖颈要塑得圆润挺拔。 然后, 捏出胸部的造型。 胸部要塑得圆润丰满。 用肉色的面团, 包在支架上。 塑出身体的大型。 下面, 再做衣裙。 取一块黄色面团, 压成薄片, 围在胸部。 做出胸衣。 再把一串珠子粘在胸前。 做成项链。 再用一块较大粉色面团, 搓成粗长条。 压成薄片。 围在身上。 做成上衣。 把多余的部分剪掉。 下面, 做裙摆。 先做出一个长方形的面片。 把它宽松地围在脚部。 留出坐褶的宽度。 在上眼儿打几个褶, 包紧身体。 下眼儿要往上挑, 挑出飘扬的动势来。 再用绿色面片做外裙。 粘的时候, 要把接口留在背后。 与做裙摆一样, 也要挑出飘扬的动势来。 再用一条白色的面片围在腰上, 稍打点褶, 做成裙腰。 再在腰间, 系一条红腰带。 系出羊柳细腰。 为了更加美观, 再把多种颜色的面条并在一起, 搓成彩带, 粘在前腰上。 让它和裙摆一样, 飘荡起来。 为了增加动感, 再装饰几条更细的红丝带。 下面做衣袖。 仍然用粉色的面团, 先搓成锥形。 再用滚子, 再大头滚压出宽大的袖口。 在肘部, 压出几道褶纹来。 就可以把袖子装在肩膀上了。 接口要圆润。 古人以肖肩为美, 袖口也要做出动饰来。 再用椭圆形的白色面片, 粘在袖口, 做出飘动的水袖。 再用肉色面团揉出小臂和手的大型。 用剪子剪出手指。 然后, 粘到水袖里。 右手调成托物形状。 然后,